出去这一趟差不多转了五天 回来我感觉印象比较深的是 鱼缸里的小鱼少了五百条 那么流言取暖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 他们有一些人可能在发泄 我不太愿意去争辩什么 我去这一趟干什么呢 那我去了美德兰是吧 我去现场我很少去现场 我带去了五面国旗 三面美国国旗 两面中华民国国旗 我还在荷姆地府买了五根铜馆 作为旗干 因为大家要知道在米德兰这样的德州城市 有些时候风是很大的 在一个庄重的机会上 如果你买一根软管 塑料管可能会便宜一点 但是作为旗干我认为是非常不庄重的 那么这一圈转下来 认识了一些朋友 也听到了一些骂声 但我认为 到了我这个年龄 该做什么事可以说 随心所欲就好 不必太计较这些东西 那么刚回到家 我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新闻 我看了一下留言区 看到了几个提问 那么 刚刚酒醒 是吧 回答一些提问 我觉得是 比较适当的 慢热 那么我今天看到的 第一个提问是什么呢 是干预于海水淡化 这个朋友给我留言 他说海水淡化 能解决地球上 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那么用什么方式呢 他推荐用核裂变 核聚变 核裂变都可以做这些东西 但是 安全不安全呢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主流的一般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 以色列正在使用的海水淡化 它是一个在沙漠中建立的国家 不谈它四面 都是敌人 它没有水 是吧 它在沙漠中 它的农业 尤其是农业 滴灌结束 在全球 可以说是独步的 那么它的含水淡化 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可以说核聚变核裂变都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 它即便有核武器也不敢拿出来 它还在监督着周边国家发展核武器 即便你是号称和平利用核能 但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信用 所以真正能做海水淡化的国家 不会考虑用核装置来完成这项使命 应该来说 海水淡化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但不是每个国家都会这样做 比如说在中国 它有全球最大的粗钢的产能 做一些管道 甚至利用它的积淀产品 水泡 来配套 在全国范围内 在缺水的北方 推广它 使沙漠化的土地 重新 恢复 农田的功能 其实它是能做到的 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我们经常听到的笑话是 把喜马拉雅山炸平 把土石坊运到台湾海峡 填平台湾海峡 为什么我经常能听到这些东西 而听不到海水淡化呢 因为他们认为 粮食不够可以买 海水淡化有自己的问题 解决用水 要解决农业用水 在一个广袤的土地上 目前好像 还没有这个打算 这个世界上 其实中美都能做到 我这次跑了几个州 新墨西哥州 犹他州 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其实我们加州和德州 都是缺水的地方 因为美国有足够的农田 甚至现在的农田 都可以修根 所以他们不需要 灌溉沙漠 变为两天 那么也就意味着水的问题 即便大家认为它能解决 但是有很多后续没有完成 比如说 水是有重量的 因为有水 带来了地下水沉 甚至板块的重力问题 这都需要长久的科学实验 不是说一句海水淡化就能解决的 如果真的能解决的话 其实中美都会去做 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 也出现缺水的问题 它是长久的问题 有很多团队在研究渗透膜 渗透膜技术被认为是未来淡化海水的主要方向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听到所有的突破 都是假消息 没有一个能够成为现实 所以水水沉岩的问题 淡化海水的问题 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要认为 轻描淡显的一句话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能解决 其实后续问题还很多 那么水的问题解决了 把原来不宜耕种的土地变为良田 地球随之而养活的人可 就会倍增 但今天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 甚至大家认为非常人生的非洲朋友们 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现象 少子化的现象 在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 甚至 很难保证 整个人类社会 还能维持 目前的人口急速 我们知道对人口的预测 其实有三个 如果简单一点的分析的话 可能有两个 但总体来说 人口增长的这种担忧可以有 但是不必要太严重 因为 大多数人 选择出生 更多的孩子的这种愿望 其实不强 人类学家做过一个试验 或者说他们统计出来一些数据 一对夫妇要求生1.8个孩子 才能维持 正增长 现在许多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也就意味着 未来人口的降低 倒是迫切地 在人们面前 所以地球能养活多少人 未来这个地球上会容纳多少人 在哪里去繁衍深息 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一直在认为 这个地球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 但是人类 不分种族 不分国家 不分信仰 都面对同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生 可能这个问题反而更严重 提问的这个哥们说呢 他说 人类面临很多问题 但不应该是由中共来考虑 由习胖来指定人类 未来的方向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小学博士 不太看得上他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回归人类 不要老想着自己的帝王梦 就像我昨天 录的一个视频说的一样 现在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那他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左派即便去拍他 也不一定能拍得上 你找不到他的基点 大多数情况下 所有人都会摘跟头的原因是 没有人真的相信 他已经在向某时代摸紧 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他要成为一尊 那么一尊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称帝 他要的东西你不知道 拍马屁 你都拍不到点子上 他现在不敢对 全民公开他的想法 但迟早有一天 他会这样去做 这也就意味着 中共这个集权 在他临近灭亡的时候 他可能要唠出一个更大的笑话 可以说我们只能看着 因为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也经历过太多的笑话 我们其实已经麻木了 我们尽在谈论一些 我们无法左右局势的这些话题 因为真正我们需要面对的东西 大家都在回避它 不太愿意去讨论它 因为涉及到称帝这个话题 袁世凯已经干过一回 他认为 少数民族 入主中原 当皇帝是不适当的 那么他作为一个汉人 他可以当一把 试一试 我们都知道 他做了83天 当他取消帝制 准备做回 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再愿意相信他了 一转眼 一百多年过去了 现在西胖又开始完这一招 大家还愿意谈论吗 其实我知道 很多人是不愿意谈论的 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的 都是痛苦的记忆 他会撕裂目前 本来就岌岌可危的 中共在中国的统治 那么如果出现这一幕 中国社会将快速的进入 无序化 或者说 今天的大一统将很快解体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